2月6号凌晨零点开始 动物收容零扑杀正式实施 而说到这个政策 两年多的时间经过了修法还有发酵之后 现在大家总算看到一个成果 但绝对不是一个据点 因为我们还要把这个政策 让它更尽善尽美的延续下去 这个零扑杀这个部分的话 在亚洲地区我们是第二个国家 就是实施不得不杀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国家 不管是猫或者是狗或者是其他动物 它是一个生命 那这个生命里面讲难听一点 这样的一个生命也是人类去把它创造出来的 过了12日以后去执行他的一个安乐史 我是觉得在生命里面这样的一个价值性是有一点观念上是不太对的 乡村的这一个部分的话我们会去加强 我们会有受益团队去加强 结益这个部分 大部分的县市都已经走进这样的未来的一个规划 所以以后 这样的一个动作必然是会以一个时间而更加改善的 除了传统的这种任养方式之外 那我们依据我们台南市的一个特色就是说 我们结合我们这些畜牧业跟养殖业跟这一个农业的部分 我们推出我们的工作权 就是说帮流浪狗找头路 帮你找头路 那基本上 基本上这个部分是疏解的蛮多 以往比较不容易推广出去的这个成全大型狗 我们把它媒合到畜牧场 去看管这些牛肢 猪肢 甚至到鱼温去看管鱼温 派出所的一个警戒权 等等方式 那再由这个后续后端的这一个任养这个部分 能够把它行销出去 台东县的部分的话就是 每个礼拜大概每个礼拜有三天的时间 会下乡到偏乡去 针对民众家养的这个狗 爱家爱户去草访 然后要是有台湾母狗的部分 母权的部分就再回来接杀 顺便植入金片 顺便重复登记 顺便打狂犬币再再回去 我想公部门 要跟我们民众 跟我们动保的团体来做一个结合 要取得互助互信的一个原则 这样才有办法把这项工作做好 要不再来接受到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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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